对类似囤积居齐的行为 全国各地也都是零容忍的 近日在上海有网友反映 上海高岛屋超市一颗白菜竟然卖到了78元 上海市场监管局立即进入调查 经调查自2020年9月起 汪某以上海农康蔬菜专业合作社名义 与高岛屋百货公司签订联销合同 将普通蔬菜包装后 以精品高端的定位高价对外销售 高岛屋百货公司未对上述内容进行审核 另外自2022年2月14号起 高岛屋百货公司在其经营的新鲜市集内 陆续对其销售的八款商品开展促销活动 现场标价签标注的所谓原价均为虚构 汪某及高岛屋百货公司的相关行为 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的相关规定 构成价格欺诈 上海市场监管局对汪某处以10万元的顶格处罚 对高岛屋百货公司处以50万元的顶格处罚 回卨猩不息 回卨猩不息